对你有一个十个问题的快文快答 迅速回答 不加思索 第一 如果有超能力 你最想发明什么 预见未来 第二 去一个荒岛要带三样东西 你会带什么 我希望有信号 有手机信号 其他的都好办 第三 你公司里面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做得不错 哦 不错哦 第四 世界如果只剩下你自个儿 你会干什么 我就呆着了 等死 如果不做五八同城 你会做什么 我就休息了 你就闲着了 就闲着了 如果你变成了超级英雄 你希望你是哪个英雄 可以做什么 美国队长吧 哦 我觉得这个 在关键的时候 需要有人来拯救这个世界 最后一条 如果让你颁布一条法律 你来颁布 你想颁布什么 就骗子通通判死刑 看来还是有阴影 这事还是如梗在喉记在心里 特别恨骗子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受骗子的骚扰 或者说这个利用 我们现在直接间接投入在防片上的人 超过一千人 你做过骗子吗 没有 你骗过人吗 没有 不可能 你没说过谎话吗 不可能 善意的吧 我帅不帅 你事实上 你看 我就用善意的语言 我就开始要用 挺好的 所以说 找得不错 言归正传 进行到我们节目的下面一个板块 以前你是12个老板当中的某一个 来面对求职者 今天来了12位求职者 他们都到你这来找工作 我们是一个群面的环节 接下来是你们的时间 有什么问题 赶紧问 想求什么职 赶紧说 来 你好 姚总 我是英语专业毕业的 120英语专业毕业的 但是这几年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创过业 现在我是跨行做技术开发 做苹果技术开发 我想求苹果的iOS开发这个职位 我要求薪资在12K 12K 如果你真能进尤巴做iOS开发 你肯定不止12K 把简历投过来 我们有正常的渠道 我没法在现场 offer任何一个技术的岗位 因为我没法面试你 我没法了解你的程度 我会直接把你的简历 你投过来 你投过没有 我没有投过 因为我看他那个要求 跟我本身的经历不太匹配 所以说我就没有投 你应该投 你应该尝试一下 先下去投简历吧 好的 谢谢 还有你位是求职的 我叫谢俊峰 来自江西干州 毕业于江西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曾经徒步驾搭车 走过滇藏线 跑过马拉松 然后在工作中 我是一个工作狂 然后我曾经在上份工作室 在美团做销售 就是美团大众点评 我曾经获得城市团队的销售冠军 然后连续三个月龙灯城市的优秀个人榜 我求职的话 是销售或者销售管理的职位 然后我的薪资要求是大概底线5000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如果在这个同类互联网市有top sales 或者这个很好的表现 你加入58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为什么离开上个工作 上个工作的话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的薪资是8K到9K 最多10K 然后第二个是发展 我来美团一年 然后只是面试过一次 健身到上个管理岗BDM 销售和销售管理有很大的区别 一个是做销售 一个是做管理 我现在缺的是管理能力 我要做管理 姚总你可以让我去做一件事情 是执行力 让我去做的事情 我立刻给你答案 我立马去做 我直觉 因为时间也很短 我不会拼用你 我直觉 因为你在话里面 你在这个描述里面 对自己的描述里面 你有太多的用这种罪 极致 这种词了 我是一个追求极致的 我只想获得 现在马上就变成了个游瘫了 你看 不要随意打断 姚总正在讲话的时候 我直觉 因为时间很短 我没法深入了解你 就是你在应聘的时候 尽量的少用这种词 不要用极致的词 那最后再给一个机会提问 来 姜涛 姚总你好 很仰慕您的成功 姜涛你是去巨美的姜涛吗 不是 暴风 暴风 我还跟你有影响 对 我是 我也是算互联网 住民 著名校生演员 不是 接下来可能我的问题都比较沉重 因为刚才我看四位 看您比较成功 对您进行轮番的赞美和歌颂 接下来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最近就是乐视网出现资金断裂 我就特别担忧我 就是58同城 有没有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在保守里面激进的人 对 我认为就是商业有它的规律 我们不能打破这个规律 有的事情是需要慢慢来的 58会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去做一些新产品的布局 包括转转 包括58到家 对 而且这些新产品的布局 未必我们会让它跟母体 在资金上直接有这种拖累 是个独立的实体 对